補充一下 因為我以前 可能因為比較年輕 體力好的關係 我也都認為我睡眠不需要太多 我以前都自認起來 所以我晚上1點鐘睡覺 平常因為節目做什麼 真的躺下來睡覺是1點鐘 然後隔天早上有時候 人家約5點打球我就起來 約6點打球也就起來 所以真正睡就是睡4個小時 或者不到5個小時 那時候我都覺得 然後打完球以後 打完球以後接下來還做節目 錄三四集的節目 晚上還是一樣回到家 很晚 那時候不覺得體力不夠 可是我現在發現 以前的欠的債 提早用過了 現在都一步一步在緩 這是我自己真的深刻的感受 對於說你30多歲 40通過的時候 拿來真的太高 可是快50的時候 透支了 透支 絕對是透支 所以現在如果還有人在跟你講說 這我有個人經驗 不用睡那麼多 三四點鐘就夠了 我覺得不要 不要隨便亂聽 正常的睡眠 你還是要睡夠 張宏志就講咖啡這件事情 他說他有很多人 真的拿咖啡堵明天 為什麼 因為今天體力不夠 喝咖啡提損 其實是預知明天的體力 到明天呢 又不夠 再喝更多一點 再預知 next day的這個體力 美人姐我跟你講 基本上很多的所謂安非他命 你叫我什麼 美人小姐 我告訴你 這麼多安非他命的 所謂的患者 你怎麼會睡不著 叫我小姨 小姨姐 小姨她要加姐 不用 很多安非他命的 這樣的一個毒飯也好 或者是賣的人好 原因就在這裡 都打牌 然後開始睡不著 睡不著 吃安非他命 精神越來越好 吃到最後越來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幹脆我自己賣 安非他命的原因就在這裡 最早開始安非他們 就是日本的那個 神工特工隊 他們就吃來賣 每天八字都金不金 但是這個東西最好 倒下去的時候 可能三天四天 但是很多毒飯 被抓的時候 通常是睡在那裡 我請教一下 你是怎麼說你卡到陰 卡到陰的睡不著 是什麼樣子 跟一般的睡不著 完全不一樣 我最近可能是這個 你也有穿定制褲 這定制褲什麼關係 卡音 很冷 你就是 這個節目你千萬不要聽 有一些主持人的問題 因為八八水災 我可能跑很多地方 因為從一直在震災 高雄 小林村 它很多災區我都去過 然後跟家屬安撫 加油打氣 甚至於他們的遺靈 我都有參加 或者是公祭 我都去參加 還有那邊的一些變成 我們探訪久了 就變成朋友 你知道嗎 因為時候看的 真的是整個村都淹沒了 然後都是那種家族的 不然就是三代的 一家十幾口不見了 不然就是阿公阿嬤 不然怕怕 那種 我其實就是說 對他們這種 就是覺得說 很想幫助他們 然後常常去跟他們加油打氣 那可能 那我一開始回來之後 我都覺得說睡不好 因為那些畫面 那常常是在你的腦筋轉 那當然會睡不好 那我就是長期失眠 可是有時候會拿阿嬤來吃 但是又醒了很快 我覺得滿奇怪 那後來是覺得怎麼樣這樣 很累 累到什麼 整個全身腰痠背痛 那腰痠背痛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好像這個地方 有人壓著你 壓著你好重好重 幾乎你要坐起來的時候 你要這樣扶著椅子 我真的嚴重到 我這樣要扶著椅子 我才爬得起來 然後甚至晚上要起床的時候 我一定要這樣硬撐 把這樣自己撐起來 那我就覺得 我有累成這樣子嗎 那我就去做復健 再做復健 那醫生照那個S光片 都說我筋骨還好 那這邊也照這邊 都說還OK 但是說累 那就做復健 可是這樣一直持續下來 我就覺得 好累喔 為什麼這麼累 我不知道原因 結果有一次 我朋友約吃飯 那我去吃飯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老師坐前面 就介紹介紹 吃飯吃到一碗 那老師突然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卡陰你知道嗎 我說我卡陰喔 我說是男生女生跟我 他說男生 那我心裡想男生 我就想OK啊沒關係啊 一定是我兒子又回來了 因為我兒子常常在我身邊 我就不當一回事 可是他就說 你是不是人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說對 他說那你要想辦法 那我就聽完就算了 可是事後幾天啊 我就覺得說 這句話會覺得讓我 這樣找出原因 為什麼我這一次會累成這樣 為什麼我身上這麼重 睡不著吃一起來 可是我身上是重到我真的是好累 結果有一天我就去拜拜 我就想說最近運氣不是很好 我先問事業 然後就問到我的身體 我說我最近身體不是很好 結果整個全身都筋骨痠痛 痛到不行 他說我要你查看看 就一查 喔 你這是不是很痠 我說對 你這是不是很痛 我說對 這裡是很痠 他就比的地方都是對 我說對啊 喔 無關你很辛苦 你怎麼抵一大堆人 你的辛苦 你把這個抵掉 你怎麼會不會 你當然要抵不起來 我說 我很多人抵完 他說有 他就幫我溝通 結果我跟你講 有大人 有小孩 還有整個屁股 你知道嗎 但是他有跟我講說 這些人都不會傷害你 要抓到那裡 有一種是會抓到那裡 你幹活要去治療 你晚上沒睡覺 你抓到要去治療 但是他們只是讓我不舒服 可是我不會說想要自殺 那裡是不會來的 當然我遭到那裡 你知道嗎 我之前有一天 我到小林村那一天 我真的是到整個淹沒的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的村民都陪著我 我在看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頭好重好重好重 突然就覺得我很 那時候我就想 我頭髮很痠很痠 我那個時候是這樣想 後來就全部都完了 就走了 可是我不知道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他們跟在我身上 但是我也說沒有關係 因為我既然在做善事了 那你們跟我 我也不會痛苦我也不會怕 那我現在就是說 要怎麼辦 那就是說幫我燒紙錢 跟燒蓮花給他們 但是我沒有花很多的錢 我的心意就是 起來走 結果我告訴你 真的很懸到怎樣 我做完了第三天 我這個整個好像 好像什麼東西解開了一樣 你知道嗎 好像沒有那個 無視重度 對 沒有什麼東西壓著我 然後我就覺得 慢慢慢慢鬆開 所以我說 然後要靈還要行 就是說我們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是要看醫生 但是我們真的看醫生 看到真的是 完全還沒有效果 是不是要找另外別的管道 但是這個管道 我並不是花很多錢 我只是找出原因 我就問問為什麼要找我 他就說 你整個都沒有在睡的人 找你有管道 因為我們這種 有慈悲心的人 你如果說一個人 一個睡一覺到天而已 你剛才吐 都沒有感覺 他上你都沒有用 那我們現在 整個晚上都不睡 這麼暖暖的時候 他隨便上 都可以上到我身上來 你守夜人 對啊 像我找醫生 一個月就找到煉花 找你 我十年都沒有煉花 但是蕭花姐你講的這個東西 我想到一個 有一個案子就是 有一個士官兵 士官長喔 他去處理什麼 華航 明古事件 然後他去處理 就是幫他 運回來那個大體 幫他最後 退後了 那個 他一直抓狂 說要跟那個 那個 就是其中有一個 空姐的大體 叫跟他明婚 一直黏一直黏 黏到沒了 他們老婆沒辦法去找 但是找到沒多久 把那個 就當時的那個空姐 真的明婚 明婚之後 沒有 對照 就是他當時在處理 就是他也是愛心 但是他是有工作 去幫人家處理這東西 那心理上也有壓力 或許有一個念頭是說 他看到這個大體 覺得好像 那很可惜 好像你笑臉的照 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念頭產生 然後那個東西就啪 有感應 所以退來 退伍之後 他叔叔兩人不敢這樣 然後只有解除不了那個心理的魔障 真的就走掉 雖然也要進行民運 沒效 也要帶他 其實我現在很擔心 因為就是說 那個災後震後去 我跟那個小林村 很多的朋友 他們 現在每天都故意裝得很忙 因為他們要做七七 然後故意就是說 去幫助別人 然後把自己 募款啊做什麼 把自己弄得很忙很忙很忙 他們現在就說 但是這個事情一結束之後 他們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921地震之後 第一個自殺是在三個月之後 就是說家屬或者是那種 那個救災的人慢慢離開以後 對 劫後餘生的這些 而且他內心的調節系統 差不多用完了 就是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壓力來的時候失眠 壓力解除了為什麼還是失眠 類似這種問題 其實人不是這樣 就是你不會壓力一來 你馬上就出現狀況 壓力一來的時候 你最早先是腎上腺素分泌 你要去解決壓力 然後壓力變慢性以後 差不多三到六個月看體質 開始出現症狀 開始出現睡不好 煩躁 憂鬱這些症狀 然後這些症狀出現之後 會破壞你內在的身心平衡系統 又在三四個月的時候 你可能開始有 像自殺這些東西 可是你還會抵抗它 然後再抵抗一陣子 等到資源沒有的時候 出現問題 同樣的要修復 也是你壓力拿走之後 你要用正確的方法 再調個三個月到六個月 才調回來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比方婚姻問題 為什麼離婚完簽完字 那一天他沒有睡 我說不是 因為你要有新的事情 要調適 所以現在災區才是真正社工 或者是心理輸檢 對 要去按孩子的按 對 要去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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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